法国女郎由刁曼岛丢命,此求改判坐牢36年 13年前,一名法国女子弗雷莱玛旅游,在刁曼岛邂逅后被告阿兹米奥玛 被告声称女子要求借诉,但遭到拒绝 三个月后,被告带领警方到其刁曼岛住家后方的山洞 寻获一具完整骸骨,证实是法国女子弗雷 2014年,被告罪名成立,被判唯一刑法,叫刑 被告代表律师纪伟伦指出,撇除死者的国籍不谈 这是一起单纯的谋杀案,不应归类在其他任何类别 联邦法院改判49岁死囚,坐牢36年,即便吃12下 如何 ? 如何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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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多 我 出品 �